大家好,又到了港人港市的事項 今天要和大家講的第一宗新聞就是 在昨天的時候,立法會就三讀通過 2023年的區議會修訂條例草案 重新搞定了區議會的組成方式 在89名出席議員裏面 除了主席梁骨言之外 88人一致投贊成票通過這個法案 嘩,真棒 麥美娟,我們的文青局局長,麥美娟女士就說了 改制之後,將不容許害群之馬進入區議會 為禍害香港多年的政治鬧劃 劃上鍾止符 其實我們都看到 現在香港的情況 就不要太犯政治化 今年我們覺得直選議席 由452個 減到剩下88個 這個絕對是大快人心 A君和Sky 你們好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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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至88個 同時有179席委任議席 以及176席由3個地區委員會 組成成員所產生的議席 這些委員會 本身是由政府委任的 最重要的是 不要太犯政治化 為地區服務 就為地區服務 不要搞政治本錢 有很多人士 我相信聽到這個消息 都非常開心 我身邊也是鼓勵一些朋友出來參選 希望他們多些為地區服務 是不是 A君 Sky 是呀 是呀 是 就是這樣 政府構成 要廣泛代表性 但是有很多人 一定說 那是不是一定要選舉 其實A君 經常說那句 選舉 只是體現民主的一種方法 選舉不等同民主 所以其實 現在是說有代表性的政府 現在就算是來自委任也好 什麼都 總之不同的界別 在裡面是有它的功能 發聲也好 投票也好 其實都是一個 具代表性的社會 所以大家不用一定說 哎呀 一定要怎樣的模式 這樣 我們人類的社會還在進步 那時候說覺得 要這樣做法 是最合 最對的 可能過了一段時候 就不是的了 例如A君經常都說的 一人一票 其實我到現在都認為 是一個愚蠢的制度 為什麼一個 什麼都沒有研究過 甚至乎 最多不懂得多個 和一個天天對著政策研究的人 大家投一票 是同樣的份量 我不認為是應該這樣 我會認為是 真的有心機去做事的那些人 那個的影響力 是應該因為他做了的事而提高 就等同現在的區議會 這樣 有心等下去的社會 不一定要周圍 周圍跟人握手 或者笑容特別帥仔 就拿多兩張票 有很多人是強於做事 不強於拉票 亦都有很多人是做實事 多過吹水 那些人可能在選舉 不是一些最成功的 但是如果找他做事 可能是令到整個組織 是可以升級很多的 今次整個區議會 除了選舉之外 還有很多關愛陣營等等 補充社會的不足 例如 阿Sir 早前你也收到有讀者 有觀眾的留言 是不是 是啊 沒錯 這一方面 那位觀眾呢 阿Sir 你講還是怎樣 你請講 你講一下 我被A君看了 我就很短短地講 其實就是講一下 一些地區的事務 如何被黃人把持等等 是不是阿Sir 是 沒錯 那詳細我就不講了 大致就是地區的事情 被黃人把持 很想我們在節目裡講一講 跟立法會的演員去反映 其實被黃人把持 這件事是很嚴重的 但是其實這個是 在立法會裡面 立了法 再給哪裏去做呢 就是現在的完善地區選舉 那方面去做 例如關愛隊 例如其他那些義務組織 那些 由那一班去代替 這一班政棍去為地區工作 所以又是那樣 A君是非常之支持 有不同的途徑去參與地區事務 比之前呢 只是幾年選一次 選完之後 都不知道那個是誰 甚至乎 有很多奇形怪狀的事情 在2019年之後的選舉出現 好一萬倍以上 交給兩位 Sky 有什麼看法 我的看法呢 我見到我真的覺得 又是一個很好的成果 完善選舉制度之下 以後大家就不會見到那些蛇齋餅種 以前的俗星 大家香港人都見得多 現在的制度 我見到真的要以民生為主 就不是想著以前好像他們 整幫人是為了什麼 奪權的 就不停在那裡搞這些 不是為民生的事情 但是有民生有事 那些時候又幫不了手 所以令到那些市民 都是大失所望的 之前很多人都說 我得不到幫忙在那個地區 又不見影 甚至乎叫你找對面那個議員幫忙 那些什麼情形都有發生的 現在剩下這麼少的演藉 那你就去選 我真的要體驗你們所說的民主制度 但是不去以前的四年一屆 全部都是選出來的 而且這次還會引入這個 諮審調查制度 還有他們那個主席 就由18區的民政事務 專員擔任 你想想之前那些主席 是多麼不堪呢 怎麼跟我們的局長對撼 那些我以為是很垃圾的 根本是針對政府 完全跟民生 所有的社區服務是無關的 那現在我看到 說真的市民期限了是很久的 如果能夠我們出這個計劃 大家探接到之後 應該市民大眾 是會感受多一些的幫助 這個是我很想表達 因為以前 其實區議會真的做地區 你們是為民生 但是大家看到 被人霸佔了之後 根本沒有做過 完全沒有做過 至民生不顧 那為什麼會有這麼多 深層次問題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職怨呢 因為沒有人幫助 現在看到這樣的情況 我是拍手掌的 很希望政府接下來 制度越來越好 最重要的是 衛及到市民 這是最好的改變 再給大家 有些事情 例如這位網友提到的 很威風 他就 留了一言給我 他就說 很多屋苑裏面的 業主立案法團 被一群已經DQ的 反對派 過去議員進駐 爭上位 在屋苑裏面的 爭話事權 令到 多個屋苑 一塌糊塗 我這件事 其實我已經知道很久 也有跟相關的朋友提過 他就說 上至AO 下至AO 都不太理會 小市民的感受 我就希望 這些情況 就得以改善 還有 我相信 特區政府 在未來的一段日子 裏面 應該關注一下 這些 有關 業主立案法團的問題 因為這個是 民生的 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我亦都希望 這件事 透過我的節目 如果有政府官員聽的話 這件事就一定要解決 還有 最重要的就是 這群黃人 還是死心不適 對不對 我們 前一陣子 我們剛剛看到 有八個人被通緝 一兩日之前 接著 接下來 就有一個 懲罰MIRROR 這件事又被人 突然間拘捕了 對不對 這件事真的 我覺得 非常之正 有四個人被拘捕 現在 這群人 被控涉嫌 機場還多了一件 現在五件 因為他要走路 結果發覺出不了警 結果就搞定了 搞定了 所以這件事是不錯的 因為他涉嫌金門羅冠聰 說得出一道 A君 交給你這件事 這件事就是這樣的 星期一 3日 法院提出了拘捕令 要拘捕那八個人 由於這八個人太討厭 所以A君 又要佔用時間 去說出他們的名字 我們 任健鋒 袁公兒 郭鳳兒 邁國求榮鏗 郭榮鏗 約智峰 許智峰 孟少達 劉祖迪 羅冠聰 羅三七 這八個人被通緝 任何人 如果是說跟他聯絡 跟他聯絡 跟他聯絡 當然跟他聯絡 都可以舉報 但是這次做 其中一件事 就是要切斷他們的資金鏈 事隔兩天 去到7月5日 警方那邊 或者有關方面 包括國安局 根據情報 就倒破 這班由香港中箭 成員成立的懲罰me 這個反政府的網購平台 一抓就抓了四條粉人 其中一個就是香港中箭的主席 前主席林朗燕 調查關於他們售賣 就是這些涉毒的產品 和他們將售賣的產品 是資助全土海外的羅三七 包括拘捕的人 26歲到28歲 林朗燕 還有李啟晴等等 全部都是香港中箭的一班人 這班人就是 涉嫌透過一間叫做家城顧問有限公司 就在這個葵聰那裡 中了一個辦公室 就在網上 成立一些平台 在平台那裡 成立一些Apps 去提出反政府等等的訊息 也都是煽動 憎恨特區政府等等 還整完香港獨立的貼文 那樣的 那林朗燕這個粉人 就透過這個懲罰面 就穿亂不同的反政府所謂的黃店 壯大聲勢 直辭就是賣這些涉毒的產品 就在網上 在網上 亦都資助那些逃亡海外的人渣 就好像特兵就這樣說 這批現代漢奸縮頭烏龜 前香港仲賤的羅三七 包括在內 這個懲罰面 原來在黃色經濟圈那裡有賭 連絡了就不少 這些黃店 當然他們賣的那些東西 說就說買東西 其實有時顛到 是一張東西 隨便寫著香港獨立 又收回到一百幾十 買賣的人 其實某程度上 都是用錢去資助暴動 這個學文仔 林朗賢 花了非常厚 原來 大家看到他的樣子都認得了 一條非常醜的死皮仔 但是也是一個死監等 是這個學文裡面 屬於非常激進的一條粉人 他就說2014年的時候 試過反新界東北撥款 去足枝和雨傘 叫開立法會的綜合大門 然後也在反國交道 做一些非常白癡和暴力的行為 結果就是被判十三個月 和社會服務令的那時候 已經是一個死監等 喂喂 不要用這個 不要用這個詞語 不要用這個詞語 是的 再授人事 也是一個監等仔 再授人事 OK 好 他都是一個死在囚人事 OK OK 好 繼續 他只是說他是死 沒有其他人是 OK 好 這個死在囚人事 在這個反釋法的活動 衝擊警方 2019年的時候 也折著當時的保安局局長 李家超 去交流逃犯條例 甚至乎和一群粉人 衝入場 抗議其實就阻礙政府 在這裡和公眾溝通 當然 一路數下去 當然 一定要數 就去那件事 喂 警總那件事 這一件事 他就被捕 事後 就是被判 這個入獄七個月的 那條粉人 就在2021年4月 蹲完出來 所以其他的在囚人事 或者釋囚 是沒有問題 不過A君 用在這人身上 是要加個死字 交給大家 小心黃標 A君 OK 好嗎 行不行 我明白A君 為何會加這個字 因為的確是抵 抵 抵 行行行行 不要再提 小提小提 各位給面 好繼續 職類這麼深 已經做了這麼多 大家千萬不要看他 好像是年輕 不是年輕 一早就已經很盡力 之前 大家都知道 另外一個 很出名的 之鋒 一堆的 這班人 作惡不少 在香港這麼多年 在推動這個顏知革命 最後出了高峰 其實他們這班人 真的是 參與得很緊要 所以 為何我們今次 抓到八個人的時候 我其實是特別開心的 因為我們有同志 問那些警察朋友 我問 怎麼看這件事 那些人會覺得 他們在別處 做不到什麼 又知道很多的理由 甚至乎 你製造白色恐怖 我們即時 已經反駁回 在場所謂問的記者 但其實 意義更大 大家現在就看到了 其實這幾百人 我現在告訴你 我通緝了這班人 但是 正如你所說 那有什麼衍生出來 就是他們的黨禦 還有他們知道 今年所有 跟他們有關的東西 都會一波都抽出來 這件事 才是最正的東西 因為由你這班人 引到後面 我們都很想抓 這些不是遠對抗 這些其實是硬對抗 遠那班都沒抓到 但是這班硬的 撐住他們 這班人 當然是非拉不可 首先 因為直接斷了 我已經很呼籲大家 其實你們 醒不醒也好 等錢花也好 或者被他們騙了也好 其實知道 最好是舉報 越舉報得多 其實對我們香港 是最好的 還有市民 都可以盡得分辨力的 加上看到他們這麼多的黃色 我叫他們黃色豬哨圈 我當是豬哨圈 不好意思 我唯有這麼說 因為很多人都很難吃 既然是這樣 也都現形出來 很多名字 之後 還有曾經幫過他們 不知道的 笨笨 其實你可以說不知道 給他10元 20元 買一張紙也好 100元 其實會不會有機會 都是違法呢 我不知道 但是起碼讓你們這些人 很害怕 因為你真的是違反 我不管你違反了什麼 但是肯定是害怕的 這個東西已經收到 我們除了這8名通勢人士之外 其他人 我們想收到的一個結果 其實現在還沒有做完 因為那些人一定是不斷走的 說真的 機場我覺得 現在是有些人都等著了 你們不用知道 離開香港 一旦去到就有塔利 很簡單 我們去抓你自己走 自動的一件事 放上網 其實我是很開心的 你們就儘管走 每走一個 那又只有一個 這樣就節省了很多功夫 說真的 而且 這次我覺得 政府 或者好像我們強強 保安局部長 都這麼強烈去做這件事 大家就看到 其實這次不是小二科 是很嚴重的 我覺得是很嚴重的 現在是香港正常市民應該是最開心的時候 因為大圍捕 就已經慢慢地顯現出來 這次就五個難 也都有交代過 不排除繼續有人會被捕 這次支持羅半聰 這是不是最重要的 其餘那些人 有沒有接受其他的Patreon去 灌水給他呢 我聽說之前那個圓 圓漢奸 他也好像說有很多Patreon 那些東西給他 這個什麼 屍封都有的 都有一個Patreon 我見過的 我見過的 是叫人入英鎊 我見過的 這一個也是透過香港 你可以入錢下去 我想 如果哪個人 入過錢 現在都很害怕 所以這次這件事 為什麼要再說 就很值得說 因為接下來 就是我們市民 最大的期望 就是去抓你們 是不是 交給你們 我先提一提 因為經營頻道不容易 所以我就會 盡量去配合社群條例 有一些傷害人的語言 我們都不說 因為長久的經營 其實是困難的 希望A軍給大家提醒 這一點 是我做節目的一個最重要的原則 我覺得有問題 復了法 OK的 這是最重要的 說回這一點 我就會看 懲罰Me 這個所謂的APP 名字已經改得非常差勁 他的黃店參與者 很多間 總共有7500間 據聞 今天 看過TVP 新聞訪問 訪問了湯家驊 跟懲罰Me 合作的7500間 黃店 都有可能 觸犯 國安法 如果 有一些人 明知 某間黃店 是跟這個APP 有合作關係 又去光顧這間黃店 其實是有機會被捕的 現在 警方凍結了 一間公司 一間公司 所有資金 作出調查 也 過往 曾經 光顧過 透過APP 合作的黃店 如果 他們 使用非現金 交收 打算沒事的話 可能 都會被警方 邀請 警署 協助調查 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 做得非常好 因為 這些經濟圈 又 用顏色去分 正正是 顏色的一類 對不對 沒錯 沒錯 還有今次 有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出來 過去 有不少人 邊緣 少少 喜歡做什麼 扮黃騙黃人錢 大家都知道 要騙黃人錢 只要跟他們同聲同氣 做到一些東西 好像刀屎 那麼難吃 他們都要吃兩口 當然 無隻追生物 吃的東西 跟人類 當然是有些分別的 那些人 這樣真的 賺到不快錢 就賺 就像你所說 隨便印一張東西 寫著毒辣 這樣又賣回 一百幾十 多好運 雖然說 正正經經那些 給人 好了 那這一幫人 是什麼呢 有不少扮黃 人血饅頭 例如 有些 唱歌那些 無端端 說疑似在示威地方出現過 這幾年又被人捧 做最佳男歌手 真是順暢 好了 這些是不是扮黃呢 我可以告訴你 有些是扮黃 但是呢 今次這件事件出來之後 就是 你可以知道 哪些是扮黃 哪些是真黃 真黃的 就是被人捧 那些 其他那些 扮黃 賺你錢 死黃人 小黃人 其實 你們的錢 真的很好賺的 隨便跟你們說 一些類似的事情 又不用說明 你就不斷課水過來 站一下 小黃人 交給大家 很難醒的 這些不是裝稅的 這些是真的 沒得救的 那 最好就查清楚 因為香港這些人 其實現在都不少 Sky 是啊 我覺得真的很多 你看到這麼多間店 怎麼會少啊 加上有些 還在隱藏著 應該還有很多 所以我們就要想辦法 怎樣可以 起碼我們現在 抹緊了一班人 先 起碼我們有個底子 知道原來這班傢伙 是 偷水的 說真的 之前報太夠 有些人都說 他是扮黃的 不是 為什麼轉轉頭 又說很愛國 這樣 這些人就是 吃兩邊 我認為是 你們就愚蠢給錢 他 我想起 上兩三個星期 經過一間 我朋友指認 這一間是黃店 是很古怪的 那些人在裡面坐 很多人不吃的 坐在那裡 但是我看這些東西吃 又不是很精美的 他們接著就告訴我 這間是List 是 原來是這樣的 我看到他們吃什麼 原來都 很多人光顧的 就是說 有些傻子 原來被人找了笨 他們竟然說 不要出聲 就說 不要吃我自己不去算了 不要 哎呀不要是那些 他跟他說 千萬不要 這樣會出賣一些手足的 很心理地 明明是不好吃的 你們都 都掩著良心去說 這個腦子真的有問題 難怪可以狡惑到你們 所以 沒有話可說 現在 追隨你那班 大家看一下 追隨你的人和被追隨者 喂 接著又看看大衛sir 他們正在做這個 那個七人案這件事 你看到那些人的質素有多低 但是竟然有這麼多人相信 哇 真的要重新 就是想一想 現在我們香港的年輕人 究竟會不會 是變成這樣 就是很擔心的 會被他們誘惑了 不知道 很希望真的 家長都有責任的 像你所說 法國就是這樣說 小朋友犯事 家長都有責任 我很希望家長 都留意一下 弟女 是不是都很喜歡上這些 黃色的圈 去看 支持 討論 關於他們的事情 其實這些事情 都有機會犯法 現在我們是提醒你們 真的有機會犯法 所以 就給你們一個提示 很希望 自己不是想犯法的人 千萬不要踏入這些圈子 這個是我看法 大家都要感受 嗯 非常好 A軍還有什麼要補充 又是那句 過去你們就淘汰了很多水 現在就發現 那幫人 是不是假裝 跟你說 民主啊 自由啊 光時啊 光光獨立啊 然後就在找你水 那你就麻煩 是時候去想一想 既然你做了這麼多年 冤大頭 你又看一看 為什麼那幫人 去到法庭那裡 會突然之間 會不一樣的 為什麼之前又說 啊 怎樣要走出來啊 那幫人 現在全部 有國安法之後 沒有了影的 是時候去想一想 為什麼這麼多 正常的前輩走出來 會說那幫人 你這麼多年聽人入耳的事情 現在是時候 看清楚那幫人 在那裡假裝黃 找了那些好處 有多少人 在你面前 老哄你 意圖要找你們 去做一些 他們不見得光的事情 現在那些事情 爆了之後 他們不夠等什麼責任 就潛了水 是時候 睜大眼睛看清楚 再想回之前那幾年 有多愚蠢 交給阿Sir 這個是很愚蠢的 尤其是我們看到下一單新聞 就是說 張家朗領長的一段影片 有人 就配了那一首 什麼歌曲 榮不光 他就說沒事 應該沒有問題的 結果 就被裁定 醉成 這一單 其實都是有點底的 是不是 SKY 因為那首歌 獲獎片段 必須要 和只能夠播各個 我們的裁判官 屈黎文 女士 這樣說 我覺得 是說得很正確的 對不對 希君 你先說吧 其實這件事 又顯示一件事 那些黃的那些 其實是活在自己的世界 所有東西沒有求證的 覺得 我喜歡配哪一首歌 就配這首歌 下去 不是的 那個是各歌才可以播的位 你播其他東西下去 都是不對的 這個世界呢 是有很多規矩 亦都是比你所認識的東西 複雜很多的 所以你會覺得自己 打橫行都可以 我喜歡怎樣就怎樣 不是這樣的 你覺得 你以為是怎樣都可以 是因為你無知而已 是因為教你那幫人 要是老哄你 要是跟你一樣的無知 所以以為打橫行都可以 又是那句 A君經常都說 是時候睜大你 你以為是很傻眼看清楚 自己有多傻眼 交給大家 OK 好 其實我做很多節目 包括最近 劉偉聰 還有那個叫做 何啟明 文協那位 說推翻政府 一時又說 我是推翻政府 一時又說不是 其實在前後 你都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不過稍後再跟大家說 大家有興趣 看回初選案的影片 你就知道有多搞笑 好Sky 對這件事有什麼看法 交給你 好 各有各法 各有各法 加油加規 不要以為你一手 我看到一個求情理由 當他求情的時候 又說是無知 二事創作 沒有想過是這樣的 這些是很牽怔的理由 我很希望大家可以看到 這件事是引此為駕 法官都說明是會判這個入獄的 你們怎麼求情 又說判什麼感化令 我相信不會 因為他們經常都說這次是第一宗 以這個上載 編入去這個吉掌的 這條片裏面而入罪的 其實算是第一宗的 既然是第一宗 我覺得 以這一宗做暗衛的話 就必須要判處入獄 就以警校長 否則有些人就會覺得扯好小事 其實法官都跟你講過 其實是很大件事的 因為你覺得是這樣 其實你做的那一刻 你已經在侮辱我們國 有些人真的不明白 國有多大件事 我可以告訴你 是很大件事 甚至乎有些人覺得 你謀殺都不是這樣 是啊 比謀殺更加大件事 因為是涉及到國家安全 國家安全 大哥 大家都在看現在外國是在封我們 如果你們喜歡 我們要把一幫人繼續在擾亂我們 他們覺得是玩一玩 可能有些人真的無知的 很多都是故意為之肯定的了 如果用無知去打 麻煩你們看清楚 你們犯了這些法案 被我們抓到的話 不可以用這些這麼低能的理由 因為觸犯國安法 或者是侮辱我們國哥呢 不管你是無知還是有知 你都必須要受到很嚴慰的懲處 這樣才會彰顯到我們這個法例的嚴厲性 這樣才可以警嚇人 所以這次看到他求情的理由我覺得 而法官也會說到 接下來就會再宣判 這次一定會大多數都一定要考慮判處 即時入獄的這個其他 不會再考慮的 那些求情理由 就是這件事我覺得都是彰顯到 我們不能夠玩玩一下 法律在這裡的 在面前或者擺在這裡的 絕對就是要有嚴厲的執行 這個是我看法了 大禍說A君 嗯 非常好 A君有沒有補充啊 A君最後又是跟這一班人說回 我知道你們在想著嘛 你們說我們要下放孫中山 這樣A君又要重新說一次 孫中山說推翻那個 是一個腐敗 以及是不能夠保障到國民 不能夠保持到自己國家 應該有的主權的一個政府 但是現在呢 中央也好 鄉島也好 都是能夠維持到我們的權益 維持到我們的國家的主權 維持到我們的領土完整等等等等 所以如果你突然之間推翻這個國家 的主權國家 那你呢 其實是在推翻很多人的安全網 你推翻了之後 有什麼可以保證到 我們的權益是不會受影響的 你憑什麼保證到其他人不會費兵進來 你憑什麼保證到我們領土不會被人略斷 你憑什麼可以保證到我們的商業也好 人身自由也好 和其他地方所簽過的合約能夠實行到 所以如果你們以為推翻這個國家 推翻這個國家 很好玩 人做我又敢做 個個都是這樣 沒問題而已 不是 殺人放火 錯了 我告訴你 這條罪名其實在A軍的眼中 是比殺人放火更大 殺人放火已經很大罪了 因為已經嚴重的危害了一個人 但是你們的所做的事 如果被你們成功了 你們是危害了數以億計的人 所以你們的所作所為 無論你是否成功也好 你的意圖 其實背後就是要令到數以億計的人 更加淒苦 所以你們所犯的罪行 是非常之嚴重的 交回大家 其實我在這裡都說一說 何啟明那件事 何啟明當初在初選的時候 就在她的是非book 上貼文 當中提及要光復所謂的九龍西 然而在過去一年 他這樣說 香港人和勇一體 團結守望 還有呢 還說在香港重幹之後回望 也不過是敵人滅亡前的瘋狂 跟著呢 他說他不是要推翻政府 和勇一體 其實是怎樣的意思呢 他說這些完全都是選舉上高的詞語 那我就覺得呢 真的他沒有病 真的沒有意思 我真的覺得這樣 那法官就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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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明在作弓的時候說 你要跟政府打交道的 那你現在又說要敵人滅亡 你究竟想怎樣呢 還有他裡面有提到 什麼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堅決擁護 我們就要用盡一切的方法 告訴全城人 香港人是不會投降的 那你又說特區政府 是港共政權 接著又說港共政權 其實他說特區政府的行為 好像共產黨政權 那就是怎樣 你是不是有些思覺失調呢 我真的覺得 很大問題 就是這班人 為什麼當年這麼多人相信他呢 還有你看回頭 那7500間所謂的懲罰咪 就是這班人 我覺得代表的人數真的不少 開店出來做生意的話 還有他們的月收入 是超過350萬的 這350萬 去資助其他人 那這不是很大的罪行嗎 所以香港 我也說了 自亂西 用重典是必須的 榮光這些事情 什麼me的事情 其實都是要這樣做 這樣就對了 好 接著我們是談不談 社會新聞還是談老美 A君 經常你作主 社會新聞 社會新聞那件事 我們回到網路再講 這個比較悲哀一些 有位媽媽就因為 就是抑鬱症 抑鬱症 所以把初生的寶寶 結束了生命 我覺得這件事 很值得跟大家聊一下 A君 講一下你的感受 是 請說 最近抑鬱都很受到關注 天后 李敏 因為這個症 自己離去 其實A君 過去幾年 都偶爾 都提醒 精神健康 那些事情 有些少少資料 就講回 這個沙士 當年 剛剛告了之後 那個自我離去率 是歷史新高的 在10萬人裏面 有18.9個自我離去 現在 鄉島剛剛復常 數字沒有 但是這個 真是其中一個 A君認為 非常值得關注的一點 還有很多關於抑鬱 原來過去 去年 就有6萬6千名 抑鬱病人 就在醫管那裡接受治療 是比2018年 即黑暴 以致新官之前 是多了1萬個 新政輪候的中委數 就是由30週 已經去到40週 各方面的數字來講 其實都令人非常擔憂 所以這裏 又是跟網絡網絡邊的觀眾說 就是 注意精神健康 千萬不要以為小事 有病向前中醫 也好 什麼都好 又是說回 比如最近大件事 這個 河里奧廣場那件事 也有很多人就去找專業人士看 九成是可以走出陰霾 這個也是一個很鼓勵性的數字 也都很鼓勵 身邊如果真的覺得 有些很不妥 盡快找人幫忙 Sky 怎樣了 我也覺得 其實這件事是悲劇來的 真是一個悲劇 最後那個官 都是判了他的警察 沒有說判他的刑 其實都是看出到這個女士 她自己都有病之下 其實她沒有了小朋友 之後她都會很難過 她都可能很深的陰霾 為什麼會選擇 會選擇 會選擇 會選擇自己這麼辛苦 但是又令到自己 不知道為什麼 覺得臭她很辛苦 很生氣 而又沒有得到家人 很悉心的 安撫 這件事都很緊要 就是 譬如說她丈夫 其實不知道她也有 甚至說 其實臭皮很辛苦 她經常哭 就是每一個 我都照顧過 你男士那麼清楚 媽媽就特別清楚 就是像你所說 棉乾碎濕 就是對一個小孩 是很緊張之餘 但是如果你有時候 是因為你那個 你那個 你那個 有不同的影響 令到你有這個抑鬱症的時候 就是再去這樣 是很痛苦的 最慘的是身邊的人 就說 你休息一下 或者你說的 其實是不行的 你應該真的要 立刻帶去看醫生 可能會阻止到一些悲劇 因為正確的治療 真的非常之有效 而且有些 如果你有些 剛剛生了小孩 而有些 你的太太也都向你講過 很困擾 睡不夠睡 睡不著 我一聽就很緊張 這些是很多人都經過過 做丈夫的 或者身邊的人 真的要帶她去看醫生 不是用你自己一兩句說話 我明白 現在香港可能 大家都要去找吃 看不到這麼多 但是 都要理解太太的感受 雖然不行的話 你就立刻找親戚 陪她去找醫生 一定要找醫生 在私家你也要先看 如果你排不一次的話 所以這次我也覺得 有人跟我說過 有些朋友也有抑鬱症 他們都說 他們得到吃藥的醫治 但是在精神健康方面 就是 見到一個心理醫生 臨床心理學家 派到你去見 是更加漫長的 因為其實是不夠人 因為精神心理健康方面的 範疇的人士 工作人士 真的沒有了很多的 這些職位 變成了一大群人在吃藥 但是相對就是 很少人得到這個心理的輔助 變成了其實 靠單方面是不夠的 吃藥也都是 有些東西 就是治標不治本 就是可能吃到你人呆了之後 但是不代表解決了這件事 心理學家 或者臨床心理學家 其實說真的 產生抑鬱症都不是今天發生 相信他們應該有一個 更加好的 如何去疏導這些病人 我認為是 還有家人的配合 如果先生沒有空 會不會是奶奶 親朋戚友都幫一下手 幫一下一些 剛剛生成小朋友 真是臭到自己 你覺得他有些困擾 因為一定是不夠睡覺的 你要餵奶 就是要明白一下 他們不是想發怒鬚 怎麼會自己生出來 但是只不過是 可能說出來 人家不明白 就是說你休息一下 是這樣的 其實不要說是這樣的 這件事很危險 如果大家醒覺一點 真的這件事 我很想說就是 因為有些很多朋友 都有這些病 我都曾經試過 其實是 算是不知道自己有病 但是不知道之餘 你都要運醫生 不要覺得 我睡不著 最近我的手很震 不是小事 加上為什麼現在多了 之前很多疫情 很多原因 令到可能生活不好 經濟受到壓力 家庭 無論是有些人 可能 又剩下父母 到子女都走了 父母都抑鬱了 因為那些黃人 最喜歡放下他們 這些我看到社會現象 是真的很多人跟我掃苦的 這一類 所以我覺得 真的 大家很希望政府 無論怎樣也好 請多些人手 在精神健康方面去著手 否則可以避免多悲劇 不只是吃藥 因為那個 譬如我有朋友去看過 他說 二十間的 就是入到學 有二十間房間 是看病的 但是那些 臨床心理學家 只有兩間房間是有的 那你想想 二十對二 你想想那個 對比是多低 如果每一個人 食藥之餘 都可以受到別人 疏到的心理 真的會幫到很多 所以這件事 我不好意思 佔了少許時間 說多了 就是因為我聽到 一些人受苦 而得不到幫助 而有些人不理解的心態 因為你們兩個是爸爸 那我就代表一幫媽媽 說一說 希望那些丈夫 都更加體積她的太太 是呀 交換給兩位 對 一個小問題 是不是生了嬰兒之後 第三天最抑鬱 不是的 不是一定的 不應該是第三天 我輸是這麼說 但是現在我聽到一些人說 你生了嬰兒 在醫院還沒什麼 回到家裡才是最大的問題 因為由你們兩個人離開 但是帶了三個人回來 就是多了嬰兒回來 你事前可能幫助她 準備了很多東西 但是有時候 可能有些 之前不是有個說 男士都可以放產假 其實都有用的 因為最關鍵就是她帶了那個嬰兒回家 開始照顧她 那個嬰兒是會 你知道一肚子餓就哭 就只有她一個人 她是很無助的 如果有一位先生在旁邊 輪流餵一下奶 是不是真的會減輕太太 讓太太睡一下 不夠睡都是令她精神健康好差的 所以我想在這裡 既然A君問我 我就多說一些 關於這個精神健康的問題 因為真的很關注 就是因為如果愛惜太太的話 真是陪伴 陪伴真的很大 很大的幫助 不是用我的口說 是當太太做一些事情 太太自然感覺到 不是我一個人 原來寶寶不是我一個人的 有爸爸的 爸爸有幫忙 這件事很重要 爸爸有些媽媽就會覺得 我生了一個寶寶給你 你無緣無故有了一個寶寶 帶你去住活 你生的過程 你又沒有幫忙痛 但是到臭的過程 你都沒有幫忙去 令她有休息的時間 所以最好就是 我覺得男士剷架這個 陪太太其實挺好的 真的陪伴是最好的良藥 這也是我看了一些看法 加上A君嘉義Sir 盧寵某醫生 就答覆 鄧飛校長的提問 鄧飛校長就說 有調查發現 2018年 香港人的精神健康 是持續5年 處於不合格的水平 因為 最近本講也有很多宗 輕生案 或者懷疑輕生案 盧寵某醫生 在書面回覆 說 醫管局 在本年預留了大約 超過 1800萬額外的撥款 去加強精神健康的服務 亦包括 真聘個案經理 加強社區精神科的服務 亦增加精神科 住院和日間醫院的 服務護理人手 和專職的醫療支援 還會加強精神科 諮詢會診的服務 希望特區政府做多些 還有 關注多些身邊的人 如果發覺他覺得很沉悶 有時候可能笑笑口 跟你說 你也要留意些 因為 對人歡笑 分分鐘可能是背人睡淚的 A君 差不多了 最後 A君最後 就聘回給大家 A君 都經常叫 關注精神的事情 A君經常說 拿著陳仲謀醫生 那些事情 就和大家分享 很多個月前 有寫過 提振精神健康的提示 綜合了九個專家的意見 是 OK 你去看看 A君就很快滾 那些九招 第一位就是一個精神科 顧問醫生 他提示又很簡單 笑 笑多些 是啊 有些機會笑多些 可以的了 笑對人生 笑對一環 哭笑自如 搞定 不是說一定搞定 好一點 第二個就是 靜觀治療師 教大家靜觀 打下座 冥下想 自我反思 好 第三個是臨床心理學家 提出 生活 要有作息 要有作 精神都健康一些 然後第四個 就是精神科的醫生 他叫大家做多些運動 叫養運動 讓身心是健康很多的 好了 然後第五個 也是精神科的醫生 他就從心理角度去看 看回人很變話無常 要看得到這些東西 不用那麼執著 好 好 第六位 也是醫生 我覺得 要對自己好一些 例如 吃得落睡得好 天天裡笑得開口 好 第七位 就是心理學的博士 覺得 不用 一定要對自己 過分要求 也不要過分自責自己 接受自己的弱點 令自己會更加開心 第八個就是精神健康顧問 他介紹大家 有空養下寵物 養下狗仔 貓仔等等 好了 最後一位就是精神健康的教練 覺得人生之中 日子有難有二 要用多靈活 暫身思維去解決問題 剛才留置九個不同的精神方面 的專業人士 當作結語給網絡 網絡旁邊的觀眾 說不定總有一招適合你 交給大家 好 多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本來想說完老美 說不完 OK 下次有時間再跟大家說 下個禮拜六說 下個禮拜六說 是 什麼 下星期六或者每天說 好 就這樣 請大家訂閱港理台 以及大衛Sir的頻道 留言 點讚 分享 提多些港理台 以及大衛Sir的頻道 感謝大家的支持 多謝Sky 多謝亞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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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